國際的包廠 非常感謝最美麗的董區長柴智平小姐 來請起立揮個手好嗎 要請柴姐 柴姐謝謝你包廠支持這麼好的電影 一起進去謝謝 感謝你 你看看逆光還是這麼美 真的好厲害 謝謝柴姐 接下來時間熱情掌聲歡迎 一期的三位主創團隊登場 掌聲歡迎李奧華、監製 曾敬華以及尚鐵如 歡迎三位 因為投影的關係 我們往前站一步 光比較好看 光比較有力光 好 先有請三位主帥跟大家打成帳服務 首先先請一彎票房間就不要馬上進去 謝謝柴姐 謝謝 謝謝 然後 就大家剛看完應該有一些想法 改促 對 所以 如果 等一下 但不曉得 如果有 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非常地歡迎也非常地期待 那 其實一期這個故事 今天看完以後 大家知道 他雖然是以 合力風願為一個背景 但其實這真的不是我們唯一要講的事情 其實在裡面我們會發現很多人性善的一面 就是在災難之下一個選擇 然後會看到很多不管是他們兩個飾演的角色的愛情的部分 然後親情的部分 還有司機老江大愛的部分 跟金友忠這一個記者 他對他的職業的堅持 還有夏政 他最後選擇了 挺身而出 希望女兒 以他為榮 這些東西其實是我們 比較就是更想要 透過大家看完以後 來幫我們傳遞的一些 句子 所以就 先謝謝大家今天 禮拜天晚上 來看這個電影 謝謝 謝謝你們 你怎麼有點激動呢 有一點那種感覺 而且今天 看到很多認識的 很多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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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好 好啊 先謝謝今天來到電影院看一起的大家 我發表一下我的看完這部電影感想 好的 其實就很像金友忠說的 就是在戰場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子 然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在乎的東西 那 透過這些很艱難的 很 獨立我們的 就是會讓我們更 了解我們自己 或是找到一個新的自己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很感動的是 我覺得 在 我覺得在 我覺得在這片土地上 其實真的有很多 人情味的東西 就是只有我們才有 那 我覺得 真的 很感謝 這些人 還有這些情感 一直在流動 然後也讓我們一直 學著怎麼 用電影重新詮釋 這份感情 對 這是我覺得非常得來不易的 然後也是一個 我這個 從 鄉下來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 會成為電影跟主角的人 感受到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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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感受兩多 平常都要去損化一哥 最近畫片的比較多 因為感觸兩多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不是最後一場 我們還有很多 今天的最後一場 講話好好說 才更誇你好不好 誰對 誰跟你最後一場 我們要繼續跑QA 所以如果看完之後 大家很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透過FBIG多多的分享 推薦這一根感動 跟很多溫暖的力量 給大家 陪伴真的很重要 好 謝謝花花 再來交給潔如 欸 你的主場秀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上潔如 謝謝今天大家 來到電影院 跟我們一起經歷 遮風願的兩個小時 我自己看完的時候 也覺得 有一些沉重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 還沒有那麼明確的感受 他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的去被沈澱 或者是 找身邊的人聊聊 他可以慢慢的被梳理 那些想法跟感受 都會越來越明顯 這樣 那我自己看完 很喜歡的是 嗯 關於裡面的 人與人之間的 那份連結 有時候 那份陌生的善意 其實會在 生活的很多時候 就這樣默默鼓勵我們 往前進 還有那份 想要陪伴一個人的心 其實在電影裡面 很多時候的陪伴 他並不一定是實質的 我在你身邊 你在我身邊這樣 而是一種 精神上的支持 然後也因為有了 這份 陪伴的力量 或者是你有一個 想要守護的人 所以你在某些時候 就可以變得比平常更勇敢 更堅強一點點 希望大家在看完電影之後 可以感受到 我們想要傳遞給大家的 那份溫暖 還有一些正向的力量 謝謝大家 謝謝杰宇 謝謝杰宇 我相信 今天 現在有點激動 是因為看到 滿滿的觀眾 來自我們群青 跟迷生國際的包裝 謝謝蔡姐 再次謝謝 我相信你應該很想知道 現場那麼多的 中藥級貴賓的反饋 是 所以 拜託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些 觀後感 歡迎大家舉手提問 或是說 分享你的觀後感 好嗎 有嗎 沒有壓力 真的 自在自在 因為我們真的想要多做一點 雙向的交流 這樣子 我先問個好了 好 因為這部電影裡面 有200多顆的特效鏡頭 大家可能看你以為 沒有那麼多 但好多 請示意一下 好 因為這個是 對 應該看不出來 但如果大家有機會 二刷 很不好意思 叫人家二刷 就是 如果大家有機會 二刷 其實所有在醫院裡面 透外 窗戶看出去的房子 通通都是特效做的 然後還有包括 醫院 一開始 就是老江車子進來出去 的急診室外面 也全部都是特效 因為我們是在嘉義拍 嘉義跟台中 尤其是嘉義 因為是嘉義 因為是嘉義平原 它外面是一片 都是空的 那因為這個戲 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說是 發生在城市裡面的一個 醫院被封院 除了是原本歷史就是這個樣子之外 是想要藉由這個環境 就是都在城市中間的這個環境 去表現出他們被隔離 就是被isolate 被孤立在一個醫院裡面 就是其實透過窗外 所有人 全世界外面 都過正常的生活 就我被關在這邊 其實好像一塊 很快就可以出去 但是其實又很難 所以才會堅持說 這個戲還是要把它做 是一個很很很很 城市的環境 那包括他們的天台的下雨 是真的下雨 但是其他外景有一顆是 第一天夜夜的那一顆是 下面突然雨下下來 很多人在跑 那個全部都是司機 就是包括人跟房子 全部都是特效做的 然後一些物資車進來 那些也全部都是特效做的 哇好貴喔 最後的太陽也是 最後的太陽也是 對對對 我們的希望都是 花間砸出來的希望 對 但是 但是 希望是真的 只是特效是假的 沒錯沒錯 哇 真的不容易耶對不對 200多顆特效鏡頭 我比較好奇 有人有想要分享的嗎 那我繼續追問囉 有嗎 好 怎麼樣選到這兩位 捷徑CP組 捷徑CP組 再組CP 越來越火花了 監製大人 請 我先講小巷 好 謝謝傑如 因為其實李心妍這個 我們這個劇本其實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角色的性格一直在調整 那我們就是到了一個快要落本的階段 才會開始比較確定要怎麼樣去找演員 因為跟角色有非常大的關係 確定李心妍這個角色的性格以後 我們大概看了有二十多個女演員 那現在其實二十出頭的女演員是有一些選擇 但是最後我們選了傑如 那因為李心妍的角色是一個大家也看了也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實習醫生 也是剛剛出社會 非常的有熱情 然後想要做一些事情 想要往外衝 他比較外向 他還比較勇敢 然後也許有一點點韌性 但是會帶給大家比較正向的一個力量 然後那時候跟傑如第一次聊天 就是他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之前也沒有合作過 那天聊得非常久 我記得還超時 對 聊到超時 聊到他下一個工作來不及這個樣子 但是那天跟他聊很多 因為是幼保科的 對 那天聽到他說他是幼保科 然後他就在講 他去人家家裡幫 就是有點像保母去帶小孩 其實工作上是帶小孩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是跟媽媽 多半是媽媽在互動 其實那個媽媽是很需要陪伴的 對 那我聽到跟他聊的過程裡面 我就覺得 覺得很 就是 他很 很 有這種 讓人家覺得很 安全 就是說被照顧 被溫暖的感覺 但是又很 樂觀 就是說 不會說有一些照顧就是你知道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跟李欣妍的感覺很像 在那個過程裡面 對 然後那 鏡華是 反校 我們 對 就開始跟他合作 也是海選出來的 所以其實對他很熟悉 那時候返校我們開始海選 他是第一個走進來的人 然後 對 他是自己報名第一個走進來的人 就第一個就是他 對 然後最後也選到他 對 我們後面看了半年吧 對 然後最後還是他 所以其實對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感覺 對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反校裡面我是被留下的那個人 對 但是這次是我想要當衝出去的第一個 對 還蠻有趣的 合作無限 所以那時候 因為其實安德河這個角色是我們所有的 秋劇本的過程裡面變動最小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就是一個剛剛入行的護理師 一樣熱情一樣想做事情 但是他的執著是比較強大的 他跟心眼比起來他比較執著 然後那後來我們在過程裡面又去增加了 他有一個921的創傷 對 但是在之前去想到就是熱情執著的時候 衝出去忘了自己的義無反顧的這種堅持 其實跟進華的本質是非常接近 所以其實他後來有時間也可以來演 我覺得 我覺得緣分啦 因為凡校以後 有時間現在很忙是不是 沒有沒有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是疫情 所以其實有很多組 在拍的時候就是時間都會被delay 然後原本切好的時間都會 互相會影響到 對 還不謝謝堅持的 沒有啦沒有 就是真的很高興 繼返校之後我們又可以再一次 繼續合作下去 真的合作很有火花 而且兩個CP真的很亮耶 彼此感覺如何 這是有什麼新的發現呢 那個女主角有沒有 曾經王不要臉 他說那個吻戲很難啊 到底有多難 你跟我開玩笑嗎 沒有啦 他說那個吻戲不好演 為什麼不好演 為什麼 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在鏡頭前 然後 新女生 以前是新男生 旁邊都是 旁邊都是 新男生感覺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女生當然還是要有一些 尊重的東西 然後 你說男生要尊重還是女生要尊重 男生 女生 女生 女生我講錯了 男生尊重個屁 性腔越來越模糊了 旁邊就 很多人 但後面他們的確也有清場 可是我那個壓力 我那個壓力還是在 你知道嗎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那你再看一下他 讓小向說好了 小向 你幫我說好了 好好好 關於 這次合作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就是 也許說我們是合作第三次了 然後在 一開始在做工的人裡面 就是相信大家應該都有一點點印象 就是那時候我們都 還是一個非常青澀的狀態 很像學生時期的那種 喜歡 就是你喜歡一個人 我喜歡你 你喜歡我那種 就是沒有因為什麼特別的原因 可是 我就是很執著的知道我 很喜歡這個人 但是 在這個角色 我們沒有要聊角色 你聊曾經華這個演員 你剛剛不是問我們那個 對 有沒有新的發現 在曾經華的身上 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能感受到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氣場 我覺得 有啦我覺得他有慢慢打開自己 打開他自己了 對 因為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其實都是滿一個表面的狀態在 男女演員是在直說 他們以前是表面的 可是 沒有啊因為現在 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啊 是 做工的時候流於表面 現在是真心交流 我們我們有彼此都各自在自己的工作上 或者是情感面上 或者是生命體驗裡 都有了更多層次的體悟 所以有了這份成長 之後再相遇 就可以有更多深入的交流 可以聊一些比較交心的話題 或者是 比方說 有什麼 你這邊有跟他聊深入的話題嗎 有嗎 你們彼此私下有聊深入的話題 有啊 有啊 很深入嗎 那就不聊太深入了 太多長輩不好說 好 Anyway 總之下次繼續合作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真的表現得非常亮眼 兩位都是私心裂肺的好演主 就在一起 請大家多多支持跟推薦 再次謝謝群青瑞士彌生國際的柴智平董事長 感謝你的好想 謝謝 滿場耶 好有面子 謝謝謝謝 愛你 我們一起對大家比個大愛心好不好 然後 大家拿起你的相機 補救三位的風采 因為我 沒有 可以嗎 可以嗎 可是我都Cue了 可以 來一下嗎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 真的是很喜歡他們的想 好不好 他們想要PO一張照片 不要是怎麼反問 可能眼鏡上半張開 來一張 來一張看大家 然後比個愛心的 滿滿的愛 獻給大家 來 好 一起比愛心 來 好 看向左邊 記者會概念來了 好 左邊 來看一下中間的媒體大哥 來中間 好 看向右手邊 好 謝謝大家 先製作結語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們分享 謝謝謝謝 謝謝財姐 謝謝 謝謝 我歡迎說兩句 我們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力量 就是真的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 對 以上 謝謝 進入 就是 我覺得 就是想要跟大家還是分享一些就是 關於 陪伴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我 今天剛好收到了一個醫護人員的分享 他說他看完電影之後 他最喜歡的部分是 我跟太和在 樓梯間 早晨 然後我凝視著他 但是 他並不知道 等那個瞬間 他覺得對他來說 那是一個 就是陪伴的感覺吧 即使 對方正在熟睡 或者是 對方正在 忙碌其他事情 然後 我自己覺得 不管身在什麼產業 做什麼工作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 執著於眼前的目標 或者是完成我們想做的事情 可是卻 忘記了陪伴這件事情 的重要性 跟對我們來說 能夠支撐我們繼續下去的是什麼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這份陪伴的力量 然後溫暖的一些感想 可以幫忙把這些 善的 善的一些種子 撥到更遠的地方去 然後讓更多人 願意踏進戲院 來看這部 一起 哇說得真好 掌聲謝謝 謝謝 謝謝爸爸 也謝謝金字 最後 請再推這麼多的重量級的貴賓 請你配合我們宣傳期 一起比兩個手勢大合照好嗎 三位請坐坐 不好意思啊 台北的貴賓們 謝謝謝謝 好 我來Cue大家 你們不用比 你們拿那個牌就好了 麻煩各位 因為一起嘛 一起嘛 請您的右手比一 拿出你的右手比一 左手比七 相爭著 一起 一起 我們在一起 好不好 謝謝 這個畫面好漂亮喔 來 3 2 謝謝各位 手放下 最後因為是滿滿的愛與感動 要傳播出去 所以請大家比個頭頂上的大愛心 但是不是自己比 跟你的搭檔 跟你的伴一起比好不好 把這個愛串連起來 對彩姐串連起來 好感人喔 你們貴賓都很好Cue耶 謝謝大家 好 來 謝謝彩姐的面子 來 3 2 1 謝謝大家 預祝一起票房長紅 謝謝 謝謝請今天是 明天國際的彩姐 謝謝董事長 感謝感謝 謝謝各位 憲政對應中